今天你好吗 我是小荣姐姐 小荣姐姐要来说故事给大家听咯 今天要说的故事叫做 小年兽的好爸爸 闻兔子波熙 图许文奇 爱智图书发行 故事要开始了 快过年了 小年兽也在 圆圆跟妈妈在厨房里 祭拜造王爷 年兽妈妈把糖 涂在造王爷神像的嘴巴上 告诉圆圆说 请造王爷甜甜嘴 他回天庭 拜见玉皇大帝的时候 才会为我们说好话 年兽爸爸在院子里 一边砍柴一边叹气 圆圆问妈妈 爸爸为什么不开心呢 妈妈难过的说 爸爸想出去赚钱 为我们多买一点东西 可是他一直都找不到工作 大家都在准备过年 圆圆走进桃花村里问 请问一下 你们可以给我爸爸工作吗 里面的村民问 你爸爸是谁呀 我的爸爸是年兽啊 大家一听 哇 是年兽的 吓得挥舞红指 还有红布说 走开走开 年兽走开 圆圆圆 圆圆又走到了杏花村问 圆圆又走到了杏花村问 请问一下 你们愿意给我爸爸工作吗 他很厉害哦 力气超级大 什么事情都能做 村民问 嗯 那你爸爸是谁呀 我的爸爸是年兽啊 哇 年兽 大家敲锣打鼓 放鞭炮的说 走开走开 别过来 奇怪 大家都好像很讨厌爸爸 圆圆回去问妈妈原因 还有爸爸 爸爸这时候才后悔的说 哦 以前爸爸是大坏蛋呢 我都会在除夕夜 到处做坏事 羽黄大帝很生气 他就广播广播 跟大家讲这件事情 而且还教他们赶走我的方法 爸爸告诉圆圆 现在有了你和妈妈 这个美满的家 爸爸不想再去做坏事了 爸爸 那你赶快去跟羽黄大帝说 你又改进了呀 你不像以前这么坏了 爸爸摇摇头 羽黄大帝说 我是坏要坏 不准我去天厅见他 圆圆想到了赵王爷 他拿了自己的糖果拜托 赵王爷 拜托拜托 请您吃了我的糖果之后 帮我的爸爸说好话吧 他现在没有再做坏事了 哈哈哈哈哈哈 赵王爷从红通通的灶中 梦了出来 对圆圆说 好孩子 我一定实话实说 来跟我走 我们一起去找羽黄大帝吧 赵王爷带着圆圆 搭着祥云飞上天庭 圆圆 鼓起勇气 拜见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 你好 我是小年兽圆圆 我想跟您说 我的爸爸已经变好了 请您原谅他吧 玉皇大帝 威严的问 赵王 是真的吗 赵王爷恭敬的回答 是的 赵王爷 把他在年兽家里 看到的情形 一五一十的报告 给玉皇大帝 年兽结婚以后 他就不再害人了 他为自己的家 盖房子 种菜 砍柴 换东西 还会帮忙太太做家事 还会帮小年兽圆圆 讲故事呢 呵呵呵呵 玉皇大帝听了 高兴的抱起圆圆 看着他说 年兽真是好爸爸 养出这么可爱的小孩 好 我会告诉大家 年兽已经赶过巷战了 圆圆感激的 向玉皇大帝说 谢谢你 玉皇大帝 也谢谢你 造王爷 年兽爸爸 很快找到新工作 他磨圆头上的脚 剪短手上的爪子 修整其身上的毛 还刷了牙 嗯 这样就不会吓到人了 哇 爸爸 你好帅哦 圆圆和妈妈 快乐地送爸爸出门工作 猜猜 年兽爸爸找到了什么工作呢 答案就是 大家的守卫先生 有了年兽爸爸当守卫 村民都能安心地吃年夜饭了 故事讲完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